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今天开始 你们二位就成为洪远中学的议员了 我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 真诚地欢迎你们加入到教师行列里来 作为洪远中学的教导主任 我希望你们今后的工作一定要做到 学为人师 行为师范 这一点你们能做到吗 能做到 做得到 好 下面呢我说一说你们工作的具体安排 小如是政治系出身 就把你呀安排在政治教研室 以后呢高二几个班的政治课 就由你来代任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您随时来听我的课 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不多了 好好干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就一番事业的 走 我带你到教研室和大伙见见面 李主任 李主任 您别着急走啊 您还没有安排我的工作呢 对对对 看还有小林呢不准脑子 这个面试的时候 你不是想要在宏远搞这个试验和研究吗 对对对 那又怎么样 所以呀 学校呢 决定先不安排你到教学岗位 你先到后勤部门熟悉一下情况 我想这样对你的研究工作可能有所帮助啊 你就到总务处报到吧 李主任 您能不能说得再具体一点 我具体负责哪方面的工作 哎呀 这也不好说 总务处的工作 一般是先从宿管科开始 宿管科的工作呢 日常就是检查学生宿舍和食堂卫生 您的意思是让我检查卫生 年轻人工作要踏实 要一步一个脚印 总务处就在4030 你自己去报到啊 我就不陪你了 走 哎 盈盈 你上哪儿去啊 李主任 我去图书馆还书 这也没有外人叫什么主任啊 爷爷 哎盈盈 你最近怎么那么瘦 不会有什么毛病吧 没有 哦 对了 上午我出差啊 给你买双球鞋 放到办公室了 看你什么时候抽空去拿一下 哎 我知道了 那我去还书了 快去图 年夜再见 哎 李莹 哎 数学老师要你到他办公室去拿作业板 哦 好来啦 哦 好来啦 你这带吧 太多了 那是 他们打什么玩意儿啊 说的还帮你打什么 那你看我今天照顾上 挺好的 帮我把超别的杯子拿过来 哎呦 哎呦 还累死我了 哎 张鞭 你知不知道中国生反化球武器调为地铁国 知道怎么了 知道还在那儿放牛气 哎 李莹 这你就不知道了 现在这网上心理测试表明啊 大多数欧洲女性认为 体温刺激的男性 最具性感的 不就喜欢有味 不听不听不听 冷血死了 超飞 哎 怎么了 他老招呼说八道你也不管管啊 张碧 把鞋穿上 一会魏老师来了又得骂他 来 超飞喝水 谢谢啊 李莹 让我穿上鞋也行啊 去给我买水可乐的 你想敲诈啊 想都别想 哎 我出钱你跑腿 嗯 大不了 你多买钱算我请你的 哼 你怎么那么臭美啊 我腿就那么不值钱 可乐呢 现在没有 不过瓦皮精泡的菊花茶 倒是有一壶 就看你敢不敢喝了 呦 江我是不是 不就是李莹给李警察拍的瓦皮吗 他能喝我有什么喝不酒的呀 哎 看着啊 给你喝一看吧 是 哇塞 哇塞 非常酷的 上干岭的兄弟们 你们有救啊 哎 兄弟来一口 来来来来来 来一口来一口 来一口来一口 给哥们来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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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爹抢 给我 送真 道库 嗯 啊 怎麼著 行少啊 你連茶 особенно湖还不到十塊錢呢 一百块钱你赚大 女孩子就是女孩子 动不动就是绕哭 钱呢就这么多 你还要不要 你凭什么误辱人 误辱人啊 再说就算我误辱人 爱你什么事 把钱捡起来 我偏不见你怎么着 你 不把钱捡起来就别想走 好心悲好不好 不要啊 拉倒 向李恩道歉 行啊 长青 有你的啊 英雄救美 是不是 别废话向李恩道歉 对不起 李大小姐 我拼了你 我拼了你 张青 谢谢你 交作业 交作业啊 张敏 你有小套作业啊 不就在桌上吗 你自个拿 我还有事儿 我先走了啊 李莹 你到底是交还是不交 güç好 住住住住 住住 靖子家iros 靠持度来 dependence走 我不是真的 我女子 这饶了我真是不行 你 好 报告 进来 魏老师 这是您上次布置的作业 给妈妈的一封信 我都收集了 好 放这儿吧 您又吃这个 今天事太多了 没赶是食堂的饭点 你也不能太凑合了 没事 静晨 我想给你打听个事 什么事您说吧 听宿管科的老师说呀 这两天男生宿舍里总闹腾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不知道 好 快熄灯了 你早点回去吧 行 您也早点休息 好 魏老师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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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重要赛事 你来不来看 什么重要赛事 NBA总决赛 不是 联合会杯 不是 图轮碑 不是 到底什么呀 我看不出来了 我告诉你啊 这个就是 龟西大法精英赛 什么 龟西大法精英赛 对 没听说过呀 李强你 孤陋寡闻了吧 我主办的 你主办的是吧 我睡觉去了啊 头儿 你瞧 你这个没钱呢 先跑一人场吧 我跟你说老实话啊 你小子主持的 他肯定没意思 永远不实金香蕴 你真不去啊 行了 我不去了 去不去 不去拉得好 拜拜 你干吗去 我锻炼身体去 我告诉你啊 魏老师让我提前通知大家 苏管科的老师 这两天可是把咱们给盯上了 我知道 宿管科的人跟我没得说 比小布什和布莱尔都铁 行吗你 放心吧 我走了 你到底干吗去 班长 他到底干吗去 什么 龟西大法精英赛 对 没听说过呀 你瞧你 孤陋寡闻了吧 我主办的 你主办的是吧 我睡觉去了啊 头儿 你瞧 你这个没钱呢 你还跑一人场吧 我跟你说老实话啊 你小子主持的 他肯定没意思 永远不实金香蕴 你真不去啊 行了 我不去了 去不去 不去拉得好 拜拜 拜拜 你干吗去 我锻炼身体去 哎哎哎哎 我告诉你啊 魏老师让我提前通知大家 宿管科的老师 这两天可是把咱们给盯上了 我知道 宿管科的人啊 跟我没得说 比小布什和布莱尔都铁 行吗你 放心吧 我走了 妈 你到底干吗去 哎 班长 他到底干吗去 妈 妈 喂 你好 请问是周公家吗 是 他不在家 你有什么事 过会儿再打吧 请等一下 你是长青土学吧 您是 我们见过面 如果没什么事 我挂了 你能不能 转告一下你妈妈 不能 好吧 我等一会儿再打给她 常青同学 有个性 各位同学 我宣布 归西大法之决战英雄警 整个比赛正式开始了啊 这归西大法啊 俗称呢 就是水龙憋气 在金庸和古龙的小说里啊 都有记载的 我们之所以要举行这次比赛啊 主要呢就是为了 张鸣 你想怎么那么多废话啊 就是 就是 赶快开始吧 赶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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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什么急啊 还两句话 最后啊 我宣布一下组委会的主要成员 组委会主席 张鸣 张鸣 秘书长 张鸣 裁判长 当然才是我张鸣了 怎么全是你啊 今天 我倒要看看这帮猴崽子 闹响什么 一拜 开始 今天咱们给他来一个包抄 一个也不让他们跑 你们都得机灵一点啊 我这腿脚不好追不上 真是啊 茶叶的来了 快撤啊 撤啊 快撤啊 快撤啊 撤啊 撤啊 赶紧走 快撤啊 别乱跑 别乱跑 注意安全 哪位同学啊 站住 怎么停电了 我刚看到一半 我这儿有应急灯 你可真是个书虫子 我 你干什么去了 你拿着东西干嘛呀 你先摔吧 我还有事呢 不是 八成是他那个什么乌龟大赛 让人家给抄了 这帮坏小子你看看 都跑哪儿去了这是 李主任 看这帮学生是要造反了 太不像话了 哎 哪儿的秦政 李主任 我上去看看 好 走走走走走 哪个同学 谁干警长 这 你叫长青 是哪个班的 高二一班 知道找你干什么吗 不知道 那你说 这个秦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有什么权利拿我私人物品 权利 那我问你 你有什么权利 扰乱宿舍的秩序啊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昨天晚上我回家了 根本不在宿舍 那 在楼上弹琴的是谁 我怎么知道 你能不能给家里打个电话 证明一下 您凭什么这样要求我 凭我是你的老师 老师能搞霸权主义啊 请您把街道还给我 把事情调查清楚了自然会还你的 你家里电话是多少 你们不是有学生登记表吗 那上面有 李老师 站住 怎么了 昨天晚上有人在宿舍里捣乱 结果呢 这个人跑了 琴留下了 经过调查 这个Gate就是他的 他说他昨天晚上回家了 我说查证一下吧 他就这样 你 李老师这事不用查证 我来证明 昨天长青同学的确是回家了 我弄不着 长青 你给我回来 这太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把他们班主任找来 不行 叫家长也来 走 李老师 先别急着给家长打电话 罗校长 这事不能大事化小 你说一个高二年级的学生 在校长面前竟如此放肆 那还了得 李老师 你先别激动 我知道他是有原因的 我们委屈他了 委屈 什么委屈啊 还老虎屁股摸不得了 你说照他这样 咱们怎么管理学生 他还不造反呢 必须把魏老师找来 李老师 先别告诉班底 交给我 我来处理 你不知道啊 她的母亲 是咱们请的总工程师周雪平 罗校长 这可不是你办事的风格呀 怎么能因为学生的家长是毛毛 就对于学生的错误 姑息千交 李老师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们要注意方式方法 我们以前讨论过的 好了 这事就交给我处理吧 好好好 你是校长 你说了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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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开 没事 没事 我就死了 没事 我就死了 就死了 就走那 死了吧 你傻呀 死了吧 回不回不 对 回我回我 你都毁了多少步了啊 我都让你一套鞠马了 你还要毁气 你是不是大脑有问题 你才有问题呢 再回座位 听话 听话 听我的走劲 听我的走劲 就应该搁这儿真跳马 对啊 不能走 叫走这儿 叫走这儿 我们走这儿 叫走这儿 说 谁干的 闭下 亲一下 亲一下 你们谁把我的琴 扔到楼顶上去了 没事 没事 下棋下棋 来来来 走走走 走啊 这个 长青 是你 你怎么什么好事都能想到我呀 我就是孙悟空 也不敢随便招人离火焰山吧 别打了 别打了 长青 长青 你疯了 长青 别打了 别打了 杀手 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 君子动口不动手吗 跟你们这卑鄙小人 没什么好说的 伤兵惹了你 我们没惹你 我们怎么也成卑鄙小人了 你怎么也成卑鄙小人了 你以为你学会通啊 我告诉你 杀手 别打了 杀手 别打了 别打了 魏老师来了 叶超飞班长 到 能说说吗 魏老师 没什么 刚才我们是在闹着玩 闹着玩 是的 我相信你们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要靠自己解决 好 我们现在上课 昨天晚上 我把大家交上来的作文 给妈妈的一封信 认真地读了一遍 总的讲 我比较失望 在这里 我不想评述每篇作文的布局 段落语言 我只想讲讲感情 母爱是人世间最伟大 最纯洁的一种爱 世间的每一个人 无论他是伟人还是普通人 他们的成长经历 都离不开母亲的普遇 可是在你们的作文中 却大多是华丽的假画 套画空画 当然 也有实话 比如这篇作文 妈妈 我爱你 因为你是我的保护伞 摇钱树 每当爸爸凶神恶煞 要打我的时候 总是你给我安全和温暖 每当我囊中羞涩的时候 总是你给我足够的零花钱 还有一篇作文 几乎于鲁迅文中的母亲 如出一人 在这里我就不念了 另外还有两篇作文 更有个性 通篇连一个字都找不到 我不知道这两位同学 是真的无话可说 还是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好了 作文我们就先讲评到这里 下面我提一个问题 谁能告诉我 这一周的周末是什么日子 东方 是母亲节 对 是母亲节 那是美国人的今日 是阳节 请坐 我一直认为 母亲节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日 并不是因为魏老师重阳为外 我觉得 不论哪个民族 哪个国家的人 一年中拿出一天来 感谢和怀念母亲 都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我决定 今年的母亲节 咱们搬集体过 好 好 敬一敬敬一敬 我的话还没说完啊 到时候啊 请同学们 把自己的妈妈 请到咱们的教室来 咱们开一个亲子联欢会 这两天呢 大家就琢磨琢磨 给自己的妈妈表演些什么节目 送些什么礼物 记住了啊 到时候 只准带妈妈来 爸爸一个都不准带 我们来说 赵琦磨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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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 咱们这事儿忙 对不起 我对你说事不感兴趣 我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说过了 什么事都不感兴趣 长青 你往哪儿跑 班长 我错了我错了 你饶了我这回方 你早干嘛去了 我跟你说啊 今天你一定要去找长青道歉 今天 他气还没消呢 哪儿听得进去啊 他不得把我吃了 等这段时间过了 他的气消了 我一定向他赔礼道歉去 你什么时候惹他不行 你非得这个时候 我问你 魏老师布置的晚会怎么办 不就是母亲节晚会吗 不能死了个张屠夫 就吃混毛猪吧 不还有陈锋呢吗 他一直啊想半个个眼 你们俩关佑那么好 还不借此机会成全了他 你找打呢吧 我可告诉你啊 如果长青他不来参加这次晚会 晚会的艺术质量 肯定会大打折扣 我说你小子是不是诚心的 咱们班头一回组织这样的晚会 你就非得给他搞砸了 依我看啊 干脆让张萍来一个 九阴真经大法座开场来 好大事啊 肯定特热闹 要不来个猪八戒式的小天鹅 对啊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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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行行行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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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正经事呢 老肚子 要不你找长青商量商量 谢谢啊 你的面子他都不给 我去说有什么用 班长 除了让我去请常青啊 我给你当牛做马 跑腿打招干什么都行 班长 我给你推荐个最佳人选怎么样 谁啊 你往那边看 我找不出来了 直说了吧 不就是李莹吗 李莹 李莹 你开玩笑呢吧 李莹那胆子小的跟兔子似的 你让他去找常青 那不等于让他去找大灰狼吗 那可不一定 据我敏锐的观察啊 李莹对常青那么点意思 李莹对常青有没有意思我不管 我现在管的是谁有能力说服常青 别急啊 我不是还没说完呢吗 那你怎么就肯定常青对李莹没有点那个呢 班长 我给你推荐个最佳人选怎么样 谁啊 你往那边看 你往那边看 我找不出来了 直说了吧 不就是李莹吗 李莹 李莹 你开玩笑呢吧 李莹那胆子小的跟兔子似的 你让他去找常青 那不等于让他去找大灰狼吗 哎 那可不一定 据我敏锐的观察啊 李莹对常青 那么点意思 李莹对常青有没有意思我不管 我现在管的是谁有能力说服常青 别急啊 我不是还没说完呢吗 嗯 那你怎么就肯定常青对李莹没有点那个呢 那也不可能 就是 常青平时连东方陈锋他们都不放在眼里 你就更别说李莹了 哎 班长 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把李莹的菊花茶茶壶打碎了 是谁提的打包不平的 常青 完了 还有一次晚自习 我去问他一道题哎 他张入迷的看着一封揉的乱七八糟的信 哎 我一看那字节 你们猜谁写的 常青 常青 没错 加十分 好了好了 去吧去吧啊 班长 我不是不帮忙 你说的重要性我也都知道 可是我跟他 我们俩实在是说不上话 哎呀 李莹 那是以前了 你俩现在 不是已经建立了 比较良好的关系了吗 那就不一样了 什 什么关系 班长 你可不能瞎说呀 我 我就是开个玩笑 你别那么紧张 岳超飞 你是班长 能乱开玩笑吗 真想不到你也这样 我 哎呀李莹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就原谅我吧 哎 李莹 李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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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我兵 狗非杀了你也不可 这个东方救了我 超飞要整死我 你呀你活该 从里班里点缺德事 我才不懂 东方咱们走 哎哎哎哎 别别别 小姑奶奶 我都跟他赔礼道歉了 他还不依不饶的 呦 怎么认错了还不行啊 不行 哎呀东方你听他的呢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哦 哎是这么回事 他呀请长青参加晚会 可长青的气还没消 请不动 呦 他还想拿一把呀 是啊 我就说嘛 他也来不来 咱班又不是去了他不行 大不了跟卫老师说说 不办晚会了 搞点跟我意义的活动 哎张斌 别说啊 你跟我想一块去了 我也感觉吧 这办晚会太一般 咱们不如办一个 学生家长的联合调查活动 既有真实性 又有娱乐性 还别说你还真提醒我了 我马上把想法写下来啊 走吧 好 哎东方 晚会啊恐怕办不成了 可惜看不见我们陈大小姐 精彩演出了 讨厌 都是你 乱讲话 哎 乱讲什么了 你想啊 咱们班文艺骨干药 都不想参加呀 魏老师肯定答应东方的提议啊 那我找床青青 你怎么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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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行 他现在黑这张脸 谁去了都得让他打出来 本小姐有的是主意 走不行 好吧 走走走走走 好热啊 你真在眼看啊 倒是常青又火了 好热啊 好热啊 怎么样了 一见你 这事是不成 他没成 谁说的 他答应了 答应了 答应了 你太伟大了 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好热啊 好热啊 本小姐 还不告诉你吗 走走 走 关于母亲节活动的策划案 我已经看了 无论是文艺节目的编排 还是东方的问卷调查 都不错 但是我想 咱们是不是 还应该有一个 专门献给母亲的特别节目 您指的是 你想想 你们的妈妈 平时为你们做的最多的是什么 嗯 做饭 就惦记着吃 染眉说的没错 你们的妈妈 为了让你们长好身体 增加智力 总是变着法的给你们做好吃的 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先紧着你们吃 那么咱们要是做一种换位思考呢 您是说 让我们每个人给妈妈做一顿饭 你们觉得 这个主意可行吗 这个主意好倒是好 可是到哪儿去做呢 这件事就交给我 到时候我去帮你们联系 那就这样定了 到时候啊 我们每个人 给妈妈做一道最拿手的菜 我想你们的妈妈 一定会非常珍惜你们的这份礼物的 那魏老师 我们就去安排了 去吧 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好 你的任务 就是检查食堂卫生 特别是那个操作间 发现一只苍蝇扣一分 发现一只蟑螂扣一分 同时呢还要监管 学生呢饭前洗手 不许浪费 李主任 李主任 您让我好找到半天您在这儿呢 怎么了有事吗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 母亲节那天啊 想让我们班的孩子 每个人给他们的母亲做一道菜 什么 让学生自己做菜 那不行 那还不得把食堂给搅翻天啊 我会让他们注意的 难得让孩子们体验一下做家务 理解母亲在家里的辛苦 嗯 要说呢 现在的孩子啊 是什么活也不会干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是应该锻炼锻炼 啊 这么说您同意了 哎 老魏啊 咱把丑话说到前边 这食堂的公物要是损坏了 招架赔偿 行 要不要我给您立个字句 那倒不用了 魏老师 在母亲节那天 除了您刚才跟李准说的 让孩子们给母亲做顿饭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活动啊 哦 我们准备开一个亲子联谊会 把孩子们的母亲都接过来 小林老师 到时候也欢迎你来参加 行行行 到时候我一定去 哎好李主任那我先走了 哎哎哎哎 再见魏老师 哎好再见 拜拜 是这样的 高二一班啊 为了庆祝母亲节 准备组织一次亲子联谊会 我想邀请你一起去参加 不知道你有没有心情 对不起我没空 我觉得这次班会啊 肯定很有意思 再说也是我们接触同学的一次 很好的机会 我希望你不要错过了 我对这种杨洁没什么兴趣 忙碌的照搬国外的方式 倒不如让学生和家长一起听听学习讲座 哦 我忘了 林老师这海归派有海外清洁 你还是自己去吧 小卢老师 我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对此事没兴趣 你有完没完了 不是不是你听我说啊 这其实不是我的意思 是教导处李主任的意思 李主任 对啊 真是他的意思 没错 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走了啊 走 太漂亮了 怎么样 陈峰 在哪儿买的 多少钱呢 这个啊 是我妈让五院的老师 专门设计的 就此一件陈峰专游 是吗 你妈也真是太伟大了 就是 你妈对你真好 那当然了 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她不疼我疼谁啊 好 好漂亮的裙子啊 陈峰 你真臭美 陈峰 你是不是看我有新裙子 故意打击我啊 我打击你 出去你耳中言吧 你呀可要千万小心了 小心什么 你想啊 这个裙子那么瘦 你要是一发胖了 不就把它胜脱了吗 你才发胖了呢 我太胖了 别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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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 我把我的孔雀发卡送你好吗 这还差不多 你那个样子 来 等长青回来以后啊 把这个计算交给她 告她让她有空呢 或者心情好的时候 来找我一趟 行 你放心吧 算了吧 还我来找她吧 我听说你们班母亲节的时候 要搞个晚会啊 是的 大家伙正在家里练习呢 好好练 等时我来给你们捧场 谢谢校长 好像又长高了 回去吧 嗯 校长再见 再见 先可以 这多幸好 探订了 就赶紧 预讯一下 就赶紧 你找我到给你吧 你听下来 好 让你预讯一下 谢谢 很棒 唉 张靡妈妈在这儿 孩子证明准备 各位妈妈 你们好 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班在这里举行一个庆祝活动 来纪念这个有意义的节日 现在你们每个人的桌面上 都放着一封信 里面写了你们孩子们 最想对你们说的心里话 此外呢 还有一张调查表 是我们学生会新闻社组织的调查 您希望您的孩子 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 希望妈妈们能天写一架 谢谢 魏老师 那我先走了 去吧 妈妈再见 魏老师 这些孩子神神秘秘的 干什么去了 我先说明一下啊 同学们啊 现在正在为你们准备一份礼物 至于这份礼物是什么 原谅我现在不能说 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请大家先填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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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忘了啦 哪儿啊 达达达达达 什么是哪儿 你漏什么呢 还管快做 东方 你说应该放多少盐 说多少不是说少许吗 少许是多少 少许是多少 少许 好 可以下锅啦 下锅啦 下锅啦 东方 你快过来 你看我该怎么办了 你把这个鸡蛋顺便放下去 好多简单啊 好 没关系 小心点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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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死我了 有盐有害健康 一会儿看我做的菜吧 既简单又营养 做的什么 沙拉 好吃沙拉 只要把水火蔬菜 用沙拉酱一半就可以了 着了 着了 你们看 都糊了吧 天哪 都这么快都糊了 师父 你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啊 没关系 可能上次火大了点 我再帮你做一次吧 来 好吧 快点 快点啊 快点加油啊 赶紧干 赶紧干啊 正面 你怎么什么都不做 一会儿拿什么给你马吃 这个啊 就不用你操心了 我呀 自有妙计 走着看啊 什么妙计 走着看 哪位同学需要这一手支持 从课下 尽管开考 哪位同学需要这一手支持 那你给我知道一下呗 行啊 没问题啊 你谁呀 你是市长老师吗 大家听我说啊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子余 是刚刚分辈到 学校总务处的实习老师 那我们以后就关教老林了啊 没问题 说 需要什么支持 来 来 来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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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行行 那你歇着吧 我来 班长 你是家庭富男啊 还是顾巴诗者啊 你别管我是什么 总好过你这流氓大亨 来 来 尝尝尝尝尝 我刚刚做好的 把生蔬菜沙拉 来来 尝尝尝 来来 班长你先来你先来 咖啡 咖啡 特别好吃尝尝尝尝尝尝 我要找鸡蛋 找鸡蛋 尘峰 我也算了 我家会尝尝 我家会尝尝尝尝 你怎么尝尝啊 做什么老吃的了 老林 来得正好啊 这个特别好吃 尝尝尝尝尝 真的 你做的 尝尝尝 什么样啊 怎么样 吃饭很好吃啊 走